健保财务连续三年亏损 今年亏损金额预估超过400亿元 这也是近10年的赤字新高 健保署评估虽然目前财务还在安全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赤字持续恶化 到了2021年可能就要调涨健保费 到时候健保费率恐怕从现行的4.69% 调升到5.69% 每个礼拜都要到医院报道三天 对洗肾患者跟家属来说都是压力 台湾洗肾人口高达9万人 每年烧掉健保513亿元 无奈健保财务连年亏损 去年亏损金额来到266亿元 预估今年缺口更大 亏损可能超过400亿元 要是持续维持现行费率4.69%计算 到明年底健保收支将亏损达到700亿元 如果持续恶化 预估2022年就可能把安全准备金 近2000亿元用完 讨论下一年度的费率的时候 就会来看安全准备的余额 足不足1.5个月的保险给付支出 如果不足的部分就要启动费率调长 目前以数字来看的话是有压力存在 要是把健保费率从现行的4.69% 调整到5.69% 以月薪42000的上班组来算 月头保金额也刚好是42000元 执商自行负担的三成 目前一个月支付保险费是590.94元 未来调整之后一个月恐怕要多付126块 费率调整呢 应把呢还是要经过健保会的审议程序 然后报卫生福利部转行政院 然后再做最后的确定 强调目前手中推行节流 今年也减少了11.1亿元的重复用药 以及9.6亿元的检查浪费费用 希望补上亏损速度 利拼不调涨健保保费 记住一点黄米事演推幅的哦